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给你新请的 这个小提琴老师 菲老师 你好 你好 菲老师呢 是在欧洲学音乐的 维艳娜 维艳娜 现在有很多名流的女儿 都是菲老师的学生 跟那菲老师学习呢 她会带你参加 各种沙龙活动 带你去认识 各种优秀的男人 正所谓尽猪者赤 尽魔者黑啊 不想去 拉琴就拉琴 去什么沙龙啊 你以为拉琴 是单纯为了拉琴啊 拉琴是为了 拉出更好的人心啊 对不起啊 如果你就是来 教我拉琴的 我会很开心 因为我很长时间 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了 蒋小姐可能是不太好意思 不过没关系 我会带着你很自然的 容物系统的 我没有不好意思 从小到大 我就没有不好意思过 我就是不感兴趣 我爸对那些优秀的女士 男士感兴趣 你带我爸融入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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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怎么跟老师说话的 这老师来呢 是要改变你的人生 开阔你的事业 省得你见到张二仁啊 就认为她是真名天子 还有很多啊 我为什么要一个不认识的人 来改变我的人生啊 你以为拉琴是为了什么 我从小把你当的公主一样培养 衣服衣服给你买名牌的 头发头发我让你到名店去做 小提琴我也给你买最好的 十万给你请的都是最贵最好的老师 我这么高规格地培养你我 为的是什么 那你也找男朋友 你也找的配得上你的吧 结果你现在找了这个张安仁 干不拉几的一股虫酸样 你那不叫谈恋爱 你这个是爱情啊 被瞎了你的眼了你知道吗 你愚蠢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你让我学琴是为了嫁给什么 沙龙里的优秀男士 我早就不学了 我宁愿愚蠢 愚蠢一辈子 你说什么你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这可是最好的小提琴啊 你就这么招待 你干什么 杀手 这么好的琴 杀手 小提琴 还有什么 裙子 头发 你放了什么阵点 蒋先生 不好意思我好像还有其他事情 我就先走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用送不用送 你你你你你这是真哪一出啊 你 看看哪些是你说的名牌 全要拿走 你你你这干什么 你干什么你 你 小提琴 头发 衣服 全都给你了 上流社会以后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你疯了 你真不疯了